事件局推出旺角山东街、地市道街重建项目 可以提供大约300个中小型住宅单位 预计项目2030年完成 重建项目位于旺角山东街、乃路神街和地市道街 现有的楼宇高6至9层,楼宁47至62年 黄先生住在地市道街这栋大厦有58年 他说大厦外场渗水问题严重,欢迎收购重建 在山东街的五金铺租户担心同区难找到铺位 我们这些项头全部都在旺角、广东道一带 卖一些五金东西 要在附近地园做一些差不多价钱的铺租 或者大小的铺租户 其实都难的,始终全部都是旧楼 重建项目的地盘面积约2790平方米 估计有约280个住户和大约20个地铺会受影响 重建之后可以提供约300个 约450平方尺的中小型私人住宅单位 另外有超过3000多平方米 用来做社区设施和公众休息用地 整个项目预计10年之后员工 市建局就希望项目可以发挥规划悲益 改善旧区环境 有不同的楼宇状况 也有相当部分是处于失收的状况 我们也希望藉着这个项目 一方面带来一些新的楼宇供应 另一方面也都可以在除了建屋之外 在整个社区的行人 或者是城市景观方面都带来一些改善 按市建局一贯的政策 自住业主会获同区七年楼宁的现金補偿 并且有楼换楼的选择 合资格的租户就可以选择安置或者现金補偿 市建局说项目涉及到不少的劏访户 仍然要有待冻结人楼调查之后 先有实际数字 如果劏访户合乎资格 将会和一般租客相同条件处理 报线电视记者周俊峰报道 电视记者周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